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是好像投诉讲天气太热吗 但主赐罗门雨就没有那么热 我们如果看到雅各书第三章 那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呢 它对比了那个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智慧 它是如何被苦毒的嫉妒和纷争所驱动呢 导致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这个对比了是从上头来的智慧 它是被一种温柔的态度所激发的 基根于对神的绝对信心 这种真正智慧所展现的果实呢 雅各牧师在第十七节说 清节 和平 温柔 柔式 蛮有怜悯 多节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雅各说 那些呢 展现从上头来智慧的人呢 是和事老 他们使人和平 用和平栽种 收获异果 这是我们两周前呢 停下来的地方 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最后 其实呢 雅各呢 他所讨论的这个内容呢 间接到第四章 因为呢 他将详细阐述 当苦读的嫉妒和纷争呢 发挥作用 将怎样导致饶乱和各样的坏事的模样 你知道 如果你有上头来的智慧呢 现在呢 很有趣的是 我们呢 整个教会呢 在读这个真言 因为这个真言呢 可以很好的应用在家里 因为在家呢 容易爆发的冲突 可能彼此发怒 可能 或许呢 在今天 早上呢 你已经在家里有冲突 亚各呢 身为一个牧师 在耶路沙罗的牧师 它是关心教会中的生活 它会详细阐述这个世俗和虚假社会对信徒团体的影响 它早在第3章16节中说 这种智慧会产生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那属魔鬼智慧的果实 如何在教会的生活中体现出来 我们将看第4章的3节 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一段 一个教会有可能沦落到这样的可悲的状况 这是所有神的子民必须注意的警告 当雅各问你们中间的真战斗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 你们杀害基督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不得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今天早上 我们将 看这个战斗之私欲的冲突的 在这里呢 在第4章他的开始他问 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 他是在问一个很诊断性的问题 我们有些人可能在工作也需要诊断问题 然后要找到这个毛病的根基 所以这个就是争断性的问题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战斗 亚格纳斯提出的问题呢 我们都应该 亚格纳斯也要去探究这些破坏和平的结果的根本原因 所以什么是那个的根源呢 所以这些症状是什么造成的呢 再一次的 征战斗歐只是更深层毛病的这个症状 所以我们要更深入的探讨 牧师觉得大多数在这里的人呢 都应该很熟悉战争斗歐 因为这些战争斗歐呢 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陌生的概念 我们呢 生来到这个世界呢 并不是只是享受人生 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好像婴儿这样 我们饿的时候有人喂 然后那时候有人帮我们换尿 我们成长大的时候呢 我们会更熟悉 这些争吵跟斗亡 我们不需要看很远就能找到这些 这个跟雅各所说 从上天来的智慧呢 是相反的 没有温柔和善和平 或用和平栽种的异果 相反的呢 有健酸刻薄的言辞 批评 诽谤 所有雅各 在第三章 一到十二节中 他所谴责舌头的勿用 此外呢 还有振战 这些振战呢 是不是肉体上的振战呢 当然可以包括这些 这些振战可以是在言辞上的 虽然呢 这些在世界上经常发生 但你能想象这发生在教会里吗 所以呢 雅各呢 要 罪跟究底 这些振战都是从哪里来的 在第一节中呢 他谈到这个原因 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思域来的 在ESC版本呢 你可能会看到 他有一个角柱 他 这个思域的词 这个思域的词 词呢 它的意思是厌乐 这个思域它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然后我们从中得到享乐主义者 或享乐主义这个词 享乐主义者指的是 一个追求厌乐的人 享乐主义就是追求厌乐 当我们谈到厌乐 我们不是讲那种荣耀主的厌乐 而是讲到那些有罪恶的自我方崇的厌乐 从牧师这样展现给我们看这个厌乐在圣经中是如何使用的 这个词呢 这个词呢有用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中用来形容这个假教师 这些假教师呢 他们呢在白天呢 验乐 他们呢就很大胆的 因为通常人们是在晚上验乐 但是他们在白天也是这么做 我们的主呢 我们的主呢也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落在荆棘里的种子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淹了 挤住了 便解不出 成熟的子力来 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四节 就再一次呢 那个福音的种子呢 因为禁忌 因为这个今生的这个思虑 钱财 这个种子呢 无法成长 保罗呢用这个词 描述我们认识主之前的生活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被虐受迷惑 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恶 长存恶毒 基督的心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 如果你要这样生活的例子呢 你可以到社交媒体上 你可以马上的发现呢 有许多人呢 他们是彼此相恨 然后也被别人讨厌的 我们不应该花太多时间 在这些私欲上 在验热上 亚国呢 他再次使用这个词呢 是在第四章 第三节中 他说 你们求也不得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热中 厌热就是在这里 再次使用 牧师 他给我们列举了 新月中这个词的每个例子 但它总是负面的 没有是正面的 所以享乐主义呢 也是从这里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想要什么不正当的验热 能引起这样的战争呢 如果我们有不正当的验热 我们有没有关系 我们有没有关系 不正当的验热 但在这种验热 坏的验热 是这种靠着自己的 人生灵,对付来了 这种验热 对不正当的验热 这是这种验热 咱们在那里面的帘争 是这种验热 是这种验热 就是个人希望被重视,被认可,它是挚爱的一种议程。 苦读的基督和纷争,我们早前看到的都是我们渴望享乐主义的艳乐的一部分。 看来,我说我必须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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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增加。 但设计,这些缺,我们需要的力量,我们要在无法,我们要在无法。 主必兴亡 雅各 到底指这些战斗的事物 他在指什么呢 他讲白体中战斗 这白体中是指教会的成员 《罗马书》第十二章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医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罗马书》第十二章 乃是一个圣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基督的这个肢体。 在哥雷多前书12章14节,圣子缘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 所以我们现在有不同的这些成员,我们在主基督是算一个圣子,我们这里有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艳乐在战斗。 以佛所书第6章12节说道,因为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知道这些战斗的背后是魔鬼试图破坏教会,将基督脱入泥沼,损害基督的见证。 但我们在个人的内心,在我们自己,我们也有不同的思域在对抗。 彼得说道,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进阶肉体的思域,这思域是与灵魂争战的。 有感受到思域跟灵魂在战争的吗? 保罗在罗马书有提到,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辱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们每天有这个内心的挣扎,我们所感觉的,我们的反应, 我们每天都有这个自我的挣扎。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呢, 我们喜欢神的律,但是呢,我们有这个挣扎。 我们应该很熟悉呢,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取悦神,还是取悦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肉欲战胜了,会造成什么呢? 这里呢,我们看到了由苦毒的基督和纷争所激发的行为, 导致雅各在第三章十六节中所谈论的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它在第二节中呢,有两句,它开始,它是以一个受挫的贪念和随着而来的行动开始。 我们看到呢,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是一个很像受挫的。 它是意味着强烈的欲望,是一个中性只可以指好的欲望或坏的欲望。 在这里呢,是几个坏的欲望,它是一种对自我提升的强烈渴望。 你要得到认可,你要得到这个威望,要提升自己的信心,但是却不能得到。 很奇妙的雅各说呢,结果就是这个杀人。 你可以想象呢,这是可能发生的各样的坏事之一。 我们呢,每天都可以在新闻中读到这些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杀害。 你是不是需要放个子弹在一个人的头,指着他来杀一个人呢? 其实你并不要。 记得我们的主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活。 同样的使徒约翰呢,他教导,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有多少杀人的案呢,在教会里发生? 谁没有犯这样的罪呢?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当我们越亲近的时候呢? 当我们越认识彼此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 当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呢,会很生气,他是个魔鬼。 他会卷起这个纷争。 我们说,我们就要避免这些人。 我要自己一个人呢,去敬拜主。 问题是呢,这个是圣经的回应吗? 我们回避这些是正确的吗? 有一种意义上呢,我们很容易用我们的舌头杀人。 如果舌头是火,是个罪恶的世界, 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呢? 这个害死人的毒气呢,如果你吃了,你就会死。 所以,舌头呢,他必有这个能力杀人。 在第二节的第二段,他讲说, 你们杀害基督又斗殴,也不能等。 这个ESV版本中,他讲你们贪图呢,是嫉妒的动物、自行事。 你们可以这样翻译,你们充满了嫉妒。 贪图就是,你想得到别人的。 你在小孩子上呢,可以看到这一点。 当小孩子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时呢? 哇,他会发脾气。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父母反复教导他们的孩子, 他们不能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原因之一。 父母呢,满足孩子的每一个要求是并不好的。 因为呢,这样孩子长大后,会变得自私和自以为是。 就是上一天呢,牧师呢,他在他的社区看到一个小孩子, 在发脾气,然后那个父母呢,叫他从地上起来。 这个小孩子呢,他并不能控制自己。 因为呢,他,他在那边发脾气,是因为他要他的爸爸抱他。 他坚决呢,不从这个地上起来,直到他的爸爸去抱他。 所以牧师想到呢,如果他继续这样的话,他长大成为大人的时候会是怎样? 你要这样的人成为你的同事吗? 你要这样的人成为你的老板吗? 他只会坚持自己的做法。 他不会接受别的。 如果一个小孩子这样发脾气,成人呢,他们会用更复杂的方法,或许更危险的方法来发脾气。 所以在这里呢,你的反应可能,你可能会反应。 哇,这是一个状况极糟糕的教会。 这怎么可能呢,会发生在教会这样的地方? 牙膏呢,他是对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的。 警察会到学校说,不要参加这个黑社会。 可能会死的。 这个在教会呢,信徒应该是充满着圣灵,充满着爱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不是一群的黑社会的党女。 他们应该不会去杀人,互相杀害。 所以在教会有可能会发生吗? 但是呢,它会发生是因为, 教会的成员呢,将自己的旨意凌驾于神的旨意之上。 每个人呢,只关心自我服务。 没有人对服侍神感兴趣。 他们只为自己而活。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工作,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呢, 在一个世俗的环境中, 使我们容易忘记神。 再加上我们无休止地沉浸于社交媒体, 当然也无助于我们的基督神。 除非你百分之百关注发布基督教圣经内容的基督徒, 否则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不要忽视了我们在社交媒体花的这些时间, 而且受到的影响。 我们在被这些社交媒体调教被影响。 我们有时甚至很乐此不疲地让社交媒体调节我们的思想。 你可以想象,一天又一天, 你受这样的影响。 然后到了星期天你来到教会。 有时呢,你会感到像文化冲击一样, 有这么多基督教的内容几乎让人感到别扭。 这也是我们上周提到哥罗西书。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我们会反问,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跟谁的那个影响者没有这样做?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没有问题专注于学术或工作上的记忆, 但涉及到上面的事实, 就成为了一个真的挑战。 因此, 我们如果有思念上面的事, 我们聚集在一起时, 我们能够以这个世俗的方式, 如果我们一直在沉思世俗的事物, 我们应该期待一个敬谦的会议吗? 这是一个悲哀的状态。 但我们自然应该期待世俗和肉体的会议。 再一次呢, 这个教会被社会世俗影响, 而不是被圣灵影响。 现在, 我们必须移动, 再次带回来, 这个讨论是在雅各书更广泛的背景和负担下进行的。 他说, 他不应该仅仅说他们有信心, 信心必须有行为做后盾, 因为行为并不能救你。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得救, 你的生活应该能展现得救的果实, 就是会展现能让主喜乐的功。 。 我们像我们这些人, 他们会得到满足的思愿, 他们希望发生了但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看第二节, 雅各说, 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到处跑, 哇,在喘气, 你会问, 你发现到底什么东西不对了。 你可能会感到沮丧。 但你要求谁呢? 你可以呢, 直接求能帮助你的人。 但主要的是, 这个请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必须直接在祷告中向神提出。 我们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充满了争执和纷争的教会呢, 不可能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基督徒一起来祷告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 也是为了彼此的需要打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周中有面对面的祷告会。 刚才牧师说了, 我们日复一日沉浸在这个世俗里, 在工作场所, 然后被吸收社交媒体的这些坏的影响。 所以周中的这个祷告会呢, 在一周的中间, 可以一起来。 如果我们忘记了主, 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我们可以重新教主。 可以听到弟兄姐妹对主的这个赞美。 我们可以得到喜乐, 可以得到充电恢复经历。 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 这个好像就好像在半途呢, 得到一个新的力量, 才可以结束这一周。 就成为一种规律。 神可以通过呢, 祷告的这个力量呢, 在个人生活中释放神的力量。 但是, 祷告呢, 实际上是教会最重要的服事, 但也是最被忽视的。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教会会变得软弱和世俗。 你的名称, 你知不知道, 魔鬼呢, 他没有要比较大抵, 给你了还要比较大抵的。 他没有要比较大抵的, 他要比较大抵做比较大抵的, 他没有要比较大抵的。 阻止你可能来教会 但是在一周的中间就是星期三 他可能会让你很不容易的来教会 魔鬼他知道这一周最重要的 因为魔鬼知道 这个祷告会是很重要的 它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引擎 所以魔鬼他会针对这个来攻击 使你很难来到教会 我们会感到很举张 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求神 关于求神 向主祷告呢 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的14章教导说 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约翰福音的16章 上来你们没有奉我我的名求什么 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马太福音第七章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你可能会说 哇 这几乎就像神给我们开了一张空白支票 但是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 你可能会忘求 还是求错的东西 雅各那位人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东西给了 出的第二个原因是 他们忘求 错误的请求呢 就是他们为了浪费在他们的厌热中而请求某事 再次的这个厌热呢 它是以自我为中心 它是与自我自私的野心有关 有一个评论家呢 说神赐予的不仅是礼物 还有享受礼物的乐趣 如果呢给你礼物但你不享受的话 有什么用呢 所以呢 神他给你礼物 他也会让你有这个享受礼物的乐趣 但是呢 这个评论家说到 仅仅为了乐趣 而没有其他贡献的享受 不是神回应达告师所给予的 而且向神祈求没有更好目的的请求 不是祷告 所以你可能说 哇 神会 叫我向他求任何东西 我都会给他 但是你在想 哇 我向神祈求 让我给我意义 给我一个很大的家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正确的请求 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 所以我们刚才读到那主说 哦 你向我请求 我就会给 所以什么是正确的请求呢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 因儿子的荣耀 正确的请求呢 最终目标是为了 在子里荣耀父 而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享受 他必须呢 是给父荣耀的 如果给你一亿块 如果给你一亿 这个财富呢 会荣耀父吗 当然不会 所以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注意那个若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正确的请求呢 要求你藏在基督里 他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换句话说 你将依赖性的请求 这就是 藏在主里面的意思 还有根据神的 他的话语中 那所启示的旨意来请求 才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看 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配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正确的请求呢 来自于被基督拣选的人 如果你被基督拣选了 你得救了 你结出长存的果子 就是用雅各的话来说呢 这个人呢是用他的行为 展示他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主呢 他不是给一个空白的支票 你可以随便问 一个私人的飞机 一亿的财富 你想那这些事 只会提倡 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教会分裂的根源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坏的影响就是杀人 很想施欲 你求却不得 因为你把它浪费在厌乐中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运用 所以牧师他呢 是不是说到 一个教会 为什么一个教会呢 沉迷于消费主义呢 是危险的 如果我们呢 试图通过提供一些服务呢 如果来教会的人呢 变成顾客的话 我们是服务员 如果那些来教会的人呢 是被这些服务所吸引呢 如果我们没有达到 他满足他们的期望 顾客呢会不满意 就会有征战斗欧 想想教会的存在呢 不是为了给人们 他们想要的 教会的存在呢 是为了执行 他的主为他的荣耀 所规划的使命 当我们把着重于顾客 圣经永远是对的 并不是顾客 虽然有一句话说 顾客永远是对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圣经永远是对的 但是有些 有些教会呢 从信实服务呢 最弱是因为他们呢 注重与满足顾客 如果顾客呢 他们可能会 要求某些事情 然后你会 尽力的满足他们的要求 已经给予了我们 他主的要求 所以我们应该 来满足这些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把教会呢 看作一个 我们得到东西的地方 应该看作一个 我们通过服事神 来给予的地方 你知道吗 讽刺的是 当人们一起服事神时呢 这些冲突会发生 想想看啊 如果你不服事 你呢实际上可能会 避免了这样的战 争战都 所以有些人呢 会就这样 有这样的回应 他们可能碰到这些 以前碰过这些 他们的想法是 他们会来 但是他们会呢 保持一段的距离 因为他有看过 因为他有看过那些冲突 有多么的丑陋 但这个是正确的反应吗 你有看过这样的冲突 过去的这些冲突 圣经的答案呢 是停止并回避 在教会中服事主吗 你想想 这就是魔鬼要的 他就是要我们每个人放弃 让教会关门 我们呢 是不是应该 请求 主那基于我们迫切需要的智慧和力量呢 因为无论我们有多么有才华 或处理人际障碍方面 多么熟练 我们不应该 我们看希伯来书 牧师要再提醒我们 我们呢 今年呢 开始这个 主题呢 仰望基督 你可能看过 看过马拉松 然后那些选手 他们都很传奇 我们可能在看电视后 你 你 你可能觉得你自己也能 好像跑一个马拉松 那些跑马拉松呢 他们的肺呢 可能在肺 这些世界级的体育选手 是我们旺车莫及的 我们跟他们相比 就好像蜗牛一样 他们呢 有这个忍耐 每个呢 体育倦将呢 都需要懂得如何忍受 我们 我们可能在受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应该仰望耶稣 因为仰望那将 争到 创始 始终的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呢 他留他的宝血 为了我们的 罪 他告诉他的 天父 他不想经历这些 但是如果是 天父的旨意 他还是会忍受的 有时我们 我们可能会 跟天父说 我们不想 经历这些 但是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 我们会祈求 让我们有 这个 忍耐的力量 在第二节中说到 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第三节 那人受罪于人 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 灰心 现在注意到 他的最后一部分 免得疲倦 灰心 你感到疲倦吗 你会心吗 你可能会觉得 我不知道我可以 做多久 仰望基督 不要停止 如果主已经很明显地显示 你应该做什么 就为了他的荣耀 就继续地 仰望基督 你可能可以考虑这些 个人反思的问题 我在教会中 侍奉中 以什么方式 被自我进步所趋势 当在侍奉中发生冲突时 主给我传授了 哪些关于自我的教导 当你在为主的服事时 不同的意见 冲突会发生 我们如何在 诚信事奉和 潜在冲突之间 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来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 我们并不忽略 我们在教会的和平 我们不能忽略 我们教会的团契 因为人都在肉体中行踪 为了满足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有些人甚至会为了得到所要的摩杀 天父 天父 祈求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 已经很接近要放弃 祝你能让我们仰望 耶稣能忍受所有的羞辱 祂到辞职下来完成救赎我们的功 拯救我们 让我们继续的仰望耶稣每一天 当我们在思想 还耶稣和祂的事 让我们不会为此感到疲倦 主啊 如果今天有人感到疲倦 还是感到灰心 主希望祢能赐给他多一份恩典 或许呢 有些已经疲倦到 他已经不懂得怎么样祷告 他疲倦到不能读圣经 主我祈求祢能鼓励他们 用祢的话语来鼓励他们 让他们想起他们多年前所学到的 用别的信徒来鼓励他们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祈祷我们能互相鼓励彼此 继续前进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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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